哈囉 大家好 我是前衣燕 今天要帶你們看的案子 位在五谷 受惠於五谷泰山輕軌 一路串聯到盧州 最後和集結接軌 帶動周邊的軌道經濟 而這次要看的案子 就位在F9站旁邊 大約300公尺的地方而已 而且預計今年 年終就可以交屋囉 不想再等的 想趕快成家的大道風尚 帶你們看 大道風尚基地 位在新五路二段上 規劃地上12樓 地下3樓 總共98戶住家 8戶店面 坪數有2到3房 20到38坪 交通部分近64 可以往新店 8里淡水 另外呢 到國道1號匝道 也只要5分鐘左右 附近生活機能 有既有的成泰路商圈 學區有五谷國小 國中 假日休閒 或帶毛小孩放店 也可以到一旁的 五谷濕地生態園區 11帶來看一下食品物 主樓才隱藏門設計 讓整體裝潢一致 整個家質感升級 而且每間房都有對外窗 連繪浴也都有開窗 家電部分 除了Panasonic 全是冷氣式標配 四大家電 還包含LG四核心電視 LG WIFI滾筒洗衣機 360度空氣清淨機 以及直屈變頻 雙門冰箱 再來看27屏三房 其中這一間 B5戶型比較特別 是由雅圖室內設計 受到德國紅點大獎肯定的 黃旗欠設計 整體空間設計 以北歐風為主軸 因應防疫 還可以再選配 這台LG的電子衣櫥 智慧家電 體現生活 質感美學 三房都是邊間 而且每間房都有開窗 隱藏燈袋 讓空間變得輕盈溫暖 收納機能也都考量好了 獨立廚房連接後陽台 木紋櫥櫃搭配 陵內三機 我們這次到達風上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搭配了 三家的一個裝潢廠商 那也會依照客人的一個喜好 那以及他的一個喜歡的風格 來去做客製化的一個設定 而他們基本上都有一個 保護一年的一個服務 買房子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準備 裝潢的一個款項 以及我購置我們的一個家電 那當然這些東西 併入到我們貸款裡面來講的話 用我們月負擔的部分去負擔 那對於我們的手購組的好處 就是一卡皮像即可入住